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在阿拉斯加聚会之前 布林肯去了日本 也将会去南韩 会讨论要搞一个2加2的会面 2加2的会面就是布林肯加奥斯丁国防部长 美方就是这两个人 说要加强合作见日本和南韩 日本派一些外奖 我都没什么心机理 不过很明显 大家谈的其中有一件事 都是针对中国的 就是想在4月搞联合的海上演习 基本上这件事来者都是不善的 美国摆明摆了一个架势 不是太友善的 但是表面上很凶恶 但是其实美国 是对中国是有求于中国的 稍后再说有什么要求中国呢 另外上次说了缅甸局势 星期日那集 也有说乌克兰的情况 有些乌克兰的情况我想跟大家 补充一下 OK 那我们先讲正式内容之先 卖一下广告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 有寿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 请大家留意会一天的12点和8点 也请你们看你的铃铃和订阅 会不会被YouTube弄鬼走了 好 那我们讲这个主要内容 好 其实第一 我先补充一下乌克兰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我说的 这个RFI 即是法国的国家的信息 这个网页是法国控制的 法国政府控制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很在左交 很在亲美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以法国人的角度来说 乌克兰担忧东部分离地区 战事再起 就是说 其实美国 就扔了钱过去给 扎连斯基 扎连斯基 就准备 看来可能会动手 其实各样的事情 最近乌克兰的动作都不是很好 都挺恶劣的 但是你可以说 如果看这篇 RFA的文章 当然是说普京衰 西方很习惯 就自己 搞乱世界的时候 就赖到人家里面 永远都是 擦 哭 捉擦 过去那四年 可以说 特朗普的时代来说 基本上 美国很少用乌克兰的牌 搞俄罗斯 但俄罗斯 拜登一上台 第一件事就搞俄罗斯 早一天就搞了国内的颜色革命 几十个城市示威 就说给那个弃子 纳马尔尼 所谓他落毒 然后回到来被抓了 但是他们全部都搞了 搞示威 原来对普京没有影响 普京好像撿鸡撿鸡 撿鸡 拍了那些人的照片 就逐个逐个慢慢解决你 以前你们西方 放了这么多支针 因为在叶里阴的时代已经插针了 那现在呢 俄罗斯当然逐步就是 现在说想 铺牌着呢 会搞Twitter和Facebook 会可能学大陆这样的了 Twitter和Facebook 全部收皮了 西方注册的社交媒体 将来未必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还没拆掉 可以说呢 拜登第一刀就输了 现在就出第二刀 第二刀呢就是 美国呢 开始用回 扎连斯基这支牌 扎连斯基呢 就是俄罗斯 sorry 乌克兰的总统 这个总统呢 基本上是犹太人 直接就是美国走狗来的 即是呢 乌克兰的人民呢 就很愚蠢的 他们看到一个当地的电视剧 就一个扎连斯基呢 做演员 就扮演总统 这样呢 他投票就投票给他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荒谬 没有从政经验 单纯就做戏的形象 那乌克兰的人是窮到发癲 那些女人就要去做鸡 或者是呢 要做代人 就是说呢 人家呢 可能有些女士 有钱 年纪大些 三四十岁 那就拿些卵子来 就叫乌克兰的女人呢 代她怀孕 用人工受孕的方式 真的很惨 一个国家 穷起来 越穷越见鬼 那些人民 觉得政客 每个人都扑街的时候 就开始投票给演员 就是 乌克兰就真的是垃圾了 你这个国家这么穷 穷到面包都没得吃 现在就是美国给一些 给一些的狗粮 你就去说要和俄罗斯开拖 看看是不是真的开拖了 但是至少就有一种 军事的敏感在这里 这个不是我乱说的 上一集这样说 另外 乌克兰呢 就向中国都挑剔的 我不用详细看的 乌克兰呢 有一间的 引擎的製造公司 就是飞机引擎的製造公司 叫做马达西奇 Motorsize 本来中国近五六年 就谈了 买了他的股份 基本上呢 甚至呢 就聘用了一些员工 甚至过来中国住 但是呢 其实就没完成了手续 本来呢 就给了钱了 但是呢 现在呢 拜登一上台呢 就下了个命令 叫乌克兰的总统 扎林斯基 叫乌克兰的总统 叫乌克兰的总统 本来呢 这么粗呢 就将那间的马达西奇 各有化 那你现在呢 你看你禁马达西奇 或者禁乌克兰呢 就会扔到这些文昌 当中里面有很多是法轮功的 又说中国有什么野心 又成 那中国当然会觉得 买了那个飞机引擎公司呢 基本上可以补充自己技术的缺口 那当然啦 会省了些时间 但是呢 其实可以说一句呢 就是 这些是你情我远的嘛 你是苏联时代 弄了很多技术 但是由于乌克兰呢 和中国 和俄罗斯反了面之后 那乌克兰呢 就没办法 这间的马达西奇 没办法和俄罗斯再合作下去 合作不了 就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 就生存不了 那唯有说 谁能给钱买呢 就是中国 是吧 但是当中里面 很多个国家就说 喂 你乌克兰 你是做美国走狗的嘛 是吧 其实乌克兰在那个位置呢 应该就是 你骑牆那种方法是最好的嘛 为什么要做美国走狗呢 这个看地图了 乌克兰的位置 很大的国家 整个欧洲第二大国家 第一大就是俄罗斯 第二大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 全部平地 但是它的位置 事实上刚刚就是 西欧和俄罗斯中间 如果它明确站在西方 俄罗斯忍受不了的时候 只会产生战乱 但是呢 其实人民太蠢了 选过这样的总统 就害死自己了 是不是 现在又去 美国佬的命令之下 国有化了马达西欺这间公司 中国给了钱 各样东西 基本上 乌克兰抱着这间公司 是没有生意的 不说了 我觉得乌克兰这些很可悲的国家 那说回美国 布林肯 去了日本 预备3月18和19日 在阿拉斯加建阳杰茨 这次很明显就是 他带国防部长奥斯丁 和布林肯一起去日本 那摆个阵势 基本上就是要预备 4月的海上军演 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 是不是 这个也是挺恶劣的东西 同时间 3月14日 星期日 我也看到另一个新闻 他说美国的退休上将 是在恐吓 他说拜登团队撤了红线 解放军约攻台 将以军事行动回应 即是说现在美国 就摆了个阵 各样东西都在搞事 在乌克兰搞 在缅甸搞 是不是 找些什么 甚至现在都在阳光 或者不同的地方 冲进去破坏中国的工厂 这个情况是很恶劣的 就是美国的行为 就是推人家去死 给几个臭钱 缅甸的人民 其实都知道 缅甸的国家 要崛起 最重要是和中国合作 昂山素记都知道 为什么会有些人去破坏中国工厂 要破坏缅甸中国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 美国给钱了 不过我觉得 美国现在拜登这种做法 是很愚蠢的 其实可以说一句 西方培植了昂山素记 昂山素记2015年做 赢了个选举做国务资政 拿到个执政权 基本上执政权当然不是完整 是不是 上一集都说了 但是昂山素记一太子 喂 缅甸如果和中国对到行 那是没有运行的嘛 所以就没有听西方话 就和中国合作 是这样的 接着现在 缅甸军方一向就是 两头蛇的了 又亲中国 但是有时候呢 想想在美国那里取得好 这次缅甸奪权的时候 原来西方立刻就是 要致缅甸于死 疯狂扔钱在缅甸里 搞顏色革命 那当然缅甸就知道 喂 就是说你现在想要我命啊 所以美国其实这个做法呢 就太急近来 最后是逼到整个缅甸军政府呢 全面倒向中国 我会认为 我会这样认为 这个不是一个 真的一个聪明的做法 我认为 另一边 现在 现在 在缅甸又这样搞 在 这个 这个 烏克林又搞 接着 日本南韩就部署 军事演习 恐吓中国不要打台湾 美国越是找一些退休的将军 现职的不敢 找一些退休将军说 你打台湾我立刻 会军事回应 上一阵就说了 那本书就爆了 特朗普就知道 不能打的 美国不够打的 在西太平洋 那是中国地头来的 这个呢 就是凶然的恐吓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搞完这么多阵 可能美国会觉得 我这样吓一下 可能吓到中国 怕你上来 会帮 美国 去买一大堆 国债都不承受呢 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他刚刚出了19,000亿的预算 接着还有2万亿的预算 接着 那2万亿的预算 那2万亿就说要起基建了 那就是说 去年引元5万亿 现在来多4万亿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去年引元5万亿 去年引元5万亿 现在来多4万亿 那就是说 去年引元5万亿 那搞法 美金变成废纸 掌戒石式 金元券 银元券 现在美国是走一条 掌戒石灭亡的路 那如果怎么解决这种 这个濫印银子的问题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中国陪你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这么瘋 你觉得你在缅甸死搞难搞 中国就怕你吗 是不是 现在缅甸军方 在他这样搞颜色革命之下 全面倾向中国 那最后就任由他打内战了 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都没办法的啦 那些民间发癫嘛 是不是 那么中国和缅甸军政府 全面合作 是不是 军政府不够军火的 就提供给他 是不是 你如果处理内战的时候 你在军事策略上不好 就派一些军事顾问过去 不需要高调的 这些不需要口说 做就可以了 解放军 一些军事顾问 如果进去帮缅甸政府 处理这些来 来战的 会不会大大声声说 我是中国人 我是解放军 不会的 做就可以了 不用口说的 明白吗 接着 缅甸军政府 始终拿着枪 你这么多鬼佬 记者在玩东西 就一句说完 现在在打内战军法统治 看到所有外国人全部拘捕 然后驱逐驱警 是不是 其实说真的一句 要斗 美国未必肯在缅甸里面 不够中国斗 所以中国应该看得痛 不会因为缅甸的时候 向美国退让 是不是 如果俄罗斯 在乌克兰里面 迫着要开战 俄罗斯要资助 那些 乌克兰东面的 亲俄的武装 是要放俄罗斯血 那俄罗斯流血 我中国就帮他补血 就是这样 你找一大堆垃圾 黑兵蟹像 在南海 要搞军事掩集 加日本南韩 那日本南韩又如何呢 入美、澳印、法 法 法国也有份 没有南韩 南韩从来都没有想到 日本 如果说4月下旬要搞军事掩集 中国又怕你吗 你美国敢开拖吗 抢中国南海的赌序 你敢不敢 这么多年都不敢 中赌都中了这么多年 习近平一上台开始中了 那就是说 所有东西 美国铺这个局 如果他认为可以吓到中国 跟你印银子 我觉得是极之愚蠢的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 美国有什么 可以说服到中国 去印银子 陪你合作的 我真的看不到 甚至我反而会觉得 我自己幻想而已 我没有收到什么封 中国呢 其实可以说 一月多去打台湾 的而且不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快要过年 另外呢 其实就说很不近人情 是吧 现在是刚刚过完年了 两会 几千人在北京聊天了 个个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几千人的人大代表 有很多都是党政里面很重要的人物 如果 我幻想而已 如果是说 大陆现在说 震备一呼要打台湾 就刚刚上个星期 见这大堆代表 就已经做了基本部署 接着呢 3月18日摊牌 看你美国拿不到 一些耳朵的交换 不交换不了 我就移动你去台湾 你搞缅甸嘛 你搞乌克兰嘛 搞得这么开心嘛 现在你五楼七箱的 你美国 你们个个州政府 联邦政府 都抢到和中国买口罩 抢到和中国买的电脑 手机 买iPhone 因为大家躲在家里 最重要是靠手机 买多了手机 也是和中国买的 口罩啊 防护衣 其实中国凭什么 你要挟到 中国好像上次温家宝 印四万亿 他陪你印 我真的想不到 真的和你印 为什么要和你印呢 真的 所以我其实 如果不是 直接跟你反面更开心 你美国看看 你有什么利益 拿出来和交换 我满意的 那就帮你印一点 不奇怪 但如果你美国 拿不到足够利益 给中国的话 是没有理由的 先说到这么多 去哪里 但是 现在是 你也想到